南投信义香梅花因海拔高度的差异已陆陆续续的盛开 像乌松伦的梅区的花矿已经达到七八成 就算是平日也吸引不少游客上山赏花 民众想要赏梅得把握时机 否则就要等到明年哦 另外1月9日在牛愁坑柳家梅园 信义香农会将举办踏雪寻梅活动 参加趣味竞赛的民众就有机会获赠农会的奖品 信义香爽梅区目前已乌松伦最为盛开 由于海拔高 梅树花开繁盛 其中位在乌松伦山顶的石龟梅园 大片梅花从山头开到山腰 爽梅道路可见梅花夹到盛开 光是平日就吸引不少游客前往 哈喽 我第一次来这个乌松伦梅园 这里一踏进来我就看到满满的这个白色梅花 好像在下雪一样 然后这个园主很用心 这里的地上还种满了很多油菜花 黄色跟白色呼应 然后今天天气真的超美的 很有美丽的蓝天 真的非常棒 我第一次来一定还要再来 你们赶快来看啊 就觉得这里的环境不错啊 然后又蛮好拍的 对 梅子梦工厂厂长张志雄表示 乌松伦石龟梅园目前花开七成 园主很用心在美术下种植油菜 雪白的梅花与鹅黄的油菜花 相应程序 更是摄影爱好者列举画面的重要景点 看到我这个生透的整个这个梅圆 非常的漂亮 而且是非常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园主呢 特别在这个梅花树底下 摘种了很多的这个油菜花 很别致 我已经发现到说 整个这个梅圆已经开到 最少应该七成了 心地乡这边 还有别的梅圆 像我们的牛愁坑 像我们的这个土厂这边呢 陆续的也会 所以我们估计的话 时间应该还有20天 10天15天到20天 所以我们呼吁我们的 我们的国人 赶快趁早来我们新一乡 来这边赏梅花 另外1月9号 新一乡农会在柳家梅园 将举办大雪选美活动 当天除了歌舞表演迎宾 还有亲子同乐 滚香木桶去过竞赛 以及甜蜜富呆 夫妻背负竞赛 参加着多个获赠梅子木工厂 所生产的丰厚奖品 新一乡农会 为了推广我们在地的这个青梅产业 特别在我们这12月 1月份举办了很多的这个活动 在这个礼拜天 1月9号的礼拜天 我们在刘朝空的柳家梅园 也办了一场我们的主题日 这个主题日 我们的内容非常的丰富 除了邀请我们当地的一些 我们的表演团体 在梅花树底下来唱歌 来表演各式的节目以外 我们农会也办了一些我们的趣味竞赛 像夫妻背负 像我们的这个滚香木桶 非常的有趣 可以利用我们这个礼拜天 七家带券来我们新一乡 来追我们最后一场 这个梅花的盛况 新一乡各赏梅区 因为海拔高度以及气候差异 所以花起错开 也让赏花游客有更多选择 请全国民众把握时机 来新一乡赏梅 否则就得到明年才能再赏梅哦 记者商心服务新一乡采访报导